OK,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中国人民大学加拿大女王大学金融硕士项目的宣讲会 我们这边呢,先稍等上一些时间 欢迎大家陆陆续续的加入到我们今天的宣讲会的线上宣讲会的现场 OK,我们现在的宣讲会呢,正式开始 今天要介绍的项目呢,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加拿大女王大学合作办学的金融硕士项目 英文呢,我们在屏幕上也可以看到是Queen Smith Master Finance Beijing这个项目 做一个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呢,叫做Eileen 那我呢,同时也是史密斯商学院两个项目的校友 大家在屏幕上呢,可以看到我的邮箱,还有我的职务 我目前是担任Enfin Beijing,就是我们人大女王金融硕士项目 女王大学这边的项目主任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大家通过邮件直接和我联系 同时呢,如果有今天现场对Smith的Fulltime MBA或者是MMA这样的项目 如果有兴趣了解的话,也欢迎大家通过邮件跟我联系 我很乐意分享我的学习经历 这位呢,是我的另外一位一名同事叫做岳明 岳明老师呢,是我们人大女王金融硕士项目 女王大学这边的助理主任 如果大家有问题呢,也欢迎跟我们的岳明老师联系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人大女王金融硕士项目 在这十年当中的一个发展里程碑 2013年呢,我们这个项目得到了中国教育部的批准 批准它成立作为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金融硕士项目 在中国举办 这是项目的首次批准 在2014年呢,我们第一届的班级同学入学 在2015年毕业,所以我们称作是2015届 class of 2015 2018年呢,是项目 也是项目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在2018年首次推出了另外一个班别 叫做行业高管班 那就带来了我们今天有两个班别 今天我们主要要讲的是另外一个班别 叫做国际班 2017年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行业高管班正式成立 目前我们是有两个班别 后面呢,我会具体介绍到我们这两个班别 是有哪些区别 2018年呢,随着我们这个项目 每年毕业生的不断增多 包括史密斯商学院 有其他一些项目的中国毕业生呢 回到祖国之后呢 在中国的史密斯商学院的校友不断的增多 所以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 正式成立了史密斯中国校友会 同年呢,我们人大女王金融硕士项目 作为一个中外合作项目 也首次获得乐教育部的批准延期 在2019年呢,我们在当地 中国合作了一个第三方的 中国就业指导服务的公司 这个主要是因为呢 我们项目在史密斯商学院的 career coach 就是这些职业指导老师呢 他们对中国的就业市场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们在2019年签约了一个第三方的就业指导服务公司 为同学们提供更加了解中国市场的就业指导服务 在2021、2023年呢 我们是第二次和第三次获得了教育部 关于这个项目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批准延期 这个也主要是基于项目的成功办学和项目的教学质量 最后一个里程碑呢 是看到今年在2024年 我们项目的庆祝十周年的一个活动 我们第一届的班级自2014年入学到今年2024年 我们已经成功办学十年 大家在屏幕上可以看到 这十年当中呢 我们也是不断地蓬勃发展 加入这个项目和毕业的学生越来越多 那下面来讲一下 这个项目呢 跟我们平常了解的一些其他的研究生项目 包括在加拿大还有在中国一些研究生项目 它有什么样的项目优势 首先呢 屏幕上可以看到 我们有列出来三大点 一个是它的学期是一年 那开学时间呢 是每年的九月份 读书呢 读到第二年的八月份 这样是为期一年的一个学习时间 那所有的课程呢 是第二点周末授课 所有的课程呢 上课的安排都是安排在周末 这样呢 就保证了我们同学可以在周一到周五 或者是实习 或者是从事全职工作 第三点呢 是毕业生呢 毕业之后取得了 女王大学 Quinnis University的硕士学位 金融硕士的学位 就是中外合作班学项目 人大女王金融硕士 这个项目顺利 学习完成 满足毕业要求之后 毕业生是会取得 女王大学的硕士学位 那我这边顺便提一下 我们今年 十一月份 也就是下一个星期的星期四 我们会欢迎我们 第十届的毕业生 来到Kingston 来参加女王大学 秋季的毕业典礼 那另外一些项目的优势呢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呢 项目有来自 人民大学和女王大学 两所高校的教授 保证了大家 在学习课程内容的时候呢 既能够了解北美的一些 金融市场的基础知识 也能够获得 人大老师所教授的内容 他会更加 集中在对亚洲 还有中国金融市场的 一些了解和领域的控宽上 那第二点 下面一点呢 是实践与理论结合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呢 他会所有的教授 在收客当中 会引入到很多企业 一些案例实践 让大家去更 直接的了解到 我们这个金融市场 目前金融市场上面的一些 比如说 使用工具啊 一些案例 它是怎么解决的 有什么经验教训 可以去学习 接下来是一个 紧密的校友网络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 正式成立了 史密斯商学院 中国校友会 为什么要把校友会 这个校友网络 提到这里呢 其实大家判断 一个商学院 它的质量怎么样 排名怎么样 一个很重要的 判断的一个角度呢 是看它的校友网络 是不是非常的 supportive 就是能给我们后面的一些 比较年轻的就业者 带来一些 企业上面 还有行业上面的资源 随着2018年 史密斯中国校友会的成立呢 我们毕业生不断的增多 从这个人大女王金融硕士项目 那么校友网络会给我们 新的毕业生提供很多的 就业资源 那最后一点呢 就是刚才有提到的 就业指导服务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中国人民大学和加拿大 女王大学 这两个学校合作办学 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首先屏幕上可以看到 加拿大女王大学这边的 合作的这个学院呢 是史密斯商学院 那人民大学这边的学院呢 是财政金融学院 那在2013年为什么我们会选择人大 作为我们女王大学 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来开始这个项目呢 就是因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应用金融 这一个领域呢 长长久久以来都是在国内 处于第一的一个位置 就是从教授啊 师资的资源啊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的应用金融领域 都是排名第一 另外一个合作还体现在这个项目 我们所有的课程呢 上课地点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里面 就是在海淀区人大的校园里面来上课 刚才在讲到里程碑的时候也提到了 这个项目呢 是在2013年获得了教育部的批准 在2018、2021和2023年 三次呢 也获得了教育部的一个延期的批准 这也体现了这个项目的质量呢 也在过去的十年当中 获得了教育部的认可和支持 那最后呢 是毕业生 在达到毕业标准之后呢 会取得加拿大女王大学的金融硕士学位 并且中国人民大学会给同学们 颁发一个结业证书 图片上大家可以看到的 左边呢 就是神秘西商学院的教学楼 叫做Gutthal在Kingston 右边呢 是中国人民大学西门的一个剑影 那毕业生呢 最后会取得 我们屏幕上看到 左边的Queen's University 加拿大女王大学的 Master Finance金融硕士学位 那右边呢 是在我们的毕业生 顺利取得学位之后呢 可以在网上 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呢 做一个国外学历学位的认证 这个流程呢 也是非常简便的 因为中国人民大学呢 在我们每一届班级的开学的时候呢 就会把我们所有同学的一个身份信息 提交到教育部留服中心去 所以说大家毕业之后呢 来做这个认证是非常快捷的 这边呢 是中国人民大学在同学们毕业之后 颁发的一个结业证书的一个样板 OK 一开始我们提到呢 项目的特征呢 就是第一点我提到了 这是一个为期一年的项目 我们在屏幕上可以看到 这个项目呢 跟加拿大这边的学期 学制稍微有些不同 我们是根据中国院校的一个 学制的设置 设置为上学期 第一个学期和下学期 第二个学期 中间呢 一般是在每年的二月份 随着我们中国的春节 它春节在哪一个月 这个月是没有课程安排的 那在春节之前呢 一般是有五个月 我们在每一个月上完一门课程 然后春节之后呢 我们开始第二个学期 那前后算起来是 一共十门课 学习上课的时间 是一年 从九月到第二年的七月底 或者是八月底 那同学们呢 会在十一月份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十一月份的时候 比如说 今年九月份入学的这个同学 那他在明年十一月份 会取得女王大学的 金融硕士学位证书 十门课这边 也有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第一个学期呢 会上一些相对比较基础的金融课程 在第二学期课程的难度会有所增加 中间呢 就是有一个春节的间隔 屏幕上 右上角 大家也可以看到有个二维码 如果说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 我们这些课程内容都是 具体会教授一些什么 然后有哪些老师来提供的这些课程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右上角的二维码 来具体的了解我们这些课程内容 接下来是我们的教授的简单介绍 屏幕上上面那一行呢 所有的教授都是来自女王大学 什么医生学院的一些资深的教授 下面一行呢 就是我们中文明大学的教授 同样呢 我们在项目的网站上 也有更多的关于我们师资团队的介绍 如果有兴趣的话 大家也可以进一步了解 如果说今天我们在场的同学呢 有在考虑除了人大女王金融硕士这个项目之外 其他的一些master项目 一些研究生项目的话呢 我这边也会建议大家 去认真地了解一下 你所考虑的这一个master项目 他的教授有哪些人 因为这些教授就是将来要给你授课 传授知识的一些学术性的人物 所以他们的研究领域 他们的一些从业经历 可能会对你选择哪一个项目 对你最适合 你最愿去学习 也带来一定的判断性 那下面我们来简单讲一下说 我们这个班级是怎么样一个构成 那大家也可以通过班级同学的一个背景 跟自己稍微做一个对比 看是否和自己的背景也有相似性 这边的一个班级 是我们在2022年毕业的一个班级 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班级 所以我们把它们拿出来讲说 这个班级大概是有 一共是有38名同学 平均年龄是25岁 如果今天参加我们线上宣讲会的同学 还有在读大四个同学 25岁可能是比你们的年龄要稍微大一些 因为我们这个 人大女王金融硕士项目的招生要求 虽然没有要求行业工作经验 但是每年呢我们屏幕右上角 大家也可以看到 每年我们也大概有一半的同学 他是已经在行业中有一些工作经验了 所以这样平均下的年龄会比 应解毕业生的年纪稍微大一些 那所有的同学呢 是来自18所不同的本科院校 右下角这个小地图上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大部分的同学的本科教育 是在加拿大完成的 有84% 有一小部分呢是在美国 我们近年来呢 也会有许多同学是在英国 或者是在澳洲 其他的一些欧美国家 英语语言国家完成的本科学习 那当然了 每年我们有大概10%的同学呢 是在中国 中国大陆完成了自己的本科学习 所以说我们项目的录取要求呢 对你的本科毕业院校 并没有任何要求 只要你有学士学位 那就可以来申请这个项目 或者说你即将取得学士学位 都可以来准备这个项目的申请 屏幕的左下角呢 是一个CFA的通过状况 我们为什么要专门讲一下CFA呢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快捷 直接的方式 告诉我们的招生委员会 你在金融领域是否已经积累了 一定的基础知识 能够保证你 能够顺利的进行一个 研究生的 金融研究生的一个课程学习 我们是这边非常鼓励大家 去积极的通过CFA一级 每年的我们班级呢 有大概 50%或者50%以上的同学呢 是已经通过了CFA一级 如果我们今天在场的同学 有大三或者大四的 就本科学习的同学 就非常建议大家积极的去了解 去准备CFA一级的一个考试情况 当然了我们也接受 如果大家有Gmine或JRE的考试成绩 待会后面我们讲到录取要求的时候 会再详细的来讲 CFA的一级通过情况呢 基本上如果有同学 已经通过了CFA一级的话 那在学术上你就已经满足了 这个项目的录取要求 OK 刚才讲到了毕业生的一个class profile 那就是说我们的学生的一个画像是怎么样的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毕业生 他毕业了之后都在哪里工作 这个屏幕上面呢 左侧的两列 我们看到都是一些国际性的公司 或者是欧美的公司 那它是我们这个项目毕业生之后 毕业之后呢 他有去香港工作 有过到加拿大工作的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列呢 有一些加拿大的银行 还有一些国际性的金融服务公司 第二列呢 有一些国际性的企业 包括加拿大政府 还有一些国际性的大厂 比如说Microsoft IBM等等的 那左边两列呢 是一些国际性的公司 右边三列呢 大部分呢 都是中国的一些金融行业的公司 比如说银行证券 或者是中国的一些比较大的企业 那是因为呢 我们这个项目的毕业生 他大部分都是毕业之后留在中国 或者说短期留在中国了 所以大家目前看到呢 中国的企业是相对多一些 回到加拿大的同学的人数和就业的 这个企业会相对少一些 但是我这边是要强调一点 项目毕业之后呢 无论你是选择最终要回来加拿大就业 还是说希望短期或者长期留在中国 来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话 都是没有问题的 OK 一开始我们在讲项目特点的时候 有讲到说有非常好的这个就业指导服务 就是Career Service 这边呢 是简单介绍一下 在史密斯商学院我们有一个专门的Center 有一个办公室叫做Career Advancement Center 那就是专门为我们商学院所有的学生 包括MFN北京人大女王金融硕士的学生来提供一个就业指导的服务 其中包括一对一的就业指导了解你自己的背景 自己的求职的意向给你提供一些 比如说包括LinkedIn怎么样去编辑你的个人资料 Resume怎么写 求职怎么申请 然后包括将来如果说尤其是在加拿大这边 你想就是拓宽一些机会的话呢 你怎么样去约人给人家进行一个Coffee Chat 或者说完之后怎么样去再去跟进 都有我们的Career Coach 就是我们指定的一个Career Coach 大家屏幕上看到的叫做Paulina老师 他会为我们同学提供一对一的服务 同时我们在线上呢 也有各种各样非常丰富的资源供大家去学习 接下来讲一下Coff Coff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Coff它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呢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右上角的这个二维码 去到Coff的这个主页上面去了解 Coff是在加拿大境内 第一个由学校提供你的投资资金 但是完全是由学生自主运营的一个基金 由学生做一些市场研究 然后分析报告 最后做出我要怎么样去投 我现在学校提供的这个资金 来运营的一个基金 中文明大学和加拿大女王大学合作办学的 这个安分北京项目的学生呢 也有机会参与到这个Coff的投资管理学习经验当中 具体呢 如果有同学有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跟我们联系 接下来呢 是讲一讲我们校友会历届的一些活动 这些是我们之前举办过的一些活动的活动剪影 其中有一些就是单纯的大家进行社交 新入学的同学和以前的校友来做一个互动 帮助新入学 或者说刚刚回到中国的我们这些 长期在加拿大在境内有学习和生活的这些同学 了解中国就业市场行业一些现状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和资源 右上角的一个照片呢 是我们校友会举办的一个这个 guess speaker 就是请到行业里面的专家来给同学们讲一些 分享一些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在加拿大大使馆举办的活动 或者是我们校友会这边来组织一些户外的活动 现在屏幕上可以看到有一些比如说企业参访 还有不同类型的户外俱乐部 大家有去尝尝啊 有一些比如说马拉松的俱乐部等等吧 OK现在讲一下说我们的国际班和行业高管班 这两个班别是怎么回事 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呢都是集中于来讲这个 international section就是国际班 然后但是我们要这边简单介绍一下 行业高管班英文叫做executive section 它和我们一开始从第一年就有的这个国际班 有什么区别 首先这个国际班呢 我在前面有稍微提到说 我们的录取要求是没有全职工作经验的要求的 就是说大家在无论是加拿大还是中国 还是其他的欧美国家 完成了自己的本科学习之后 就可以直接申请国际班 不需要你有全职工作经验 那行业高管班呢 这个班级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工作行业经验的要求 就是申请人必须要在中国境内的金融行业 从事核心的金融工作至少七年 才能够去申请行业高管班的这个班别 那行业高管班呢 授课语言是中文 国际班的授课语言是英文 所以说这两个班级的同学的 班级画像是非常不同的 就国际班比较年轻一些行业高管班 就是金融行业里面一些中层和高层的管理人员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今天专程讲一下行业高管班呢 因为它其实班级的组成 班级的学生呢 就是我们国际班这边的同学 一个非常好的行业资源 这两个班别呢 我们是同时开学 同时毕业 然后同时呢 两个班级的班委 会在这一年的学习过程当中 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 比如说一些social 或者是一些学术性的活动 然后帮助我们国际班的同学 跟行业高管班的同学进行一个互动 这样呢 同学们不仅仅可以通过 史密斯中国校友会的校友资源 和一些活动 来认识到行业里面的一些精英 通过我们这个行业高管班的同学呢 也可以获得很多资源和职业方面的支持 简单讲一下 我们这一年当中在人大是怎样一个学习状况 首先屏幕左边呢 大家可以看到是人大为我们的同学 颁发的一张校园卡 通过这个校园卡呢 大家可以去使用中文明大学 在学校的一些资源 比如说图书馆呀 比如说体育馆呀 还有在人大校内的一些大讲堂里面 举办的一些学术或者非学术性的活动 还有就是最吸引大家的是人大的食堂 因为我们很多同学如果说 本科学习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完成的话 可能是没有体验过 中国大学的校园生活是怎么样的 那中国大学的校园食堂也是一个很好的代表 如果将来大家有机会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 非常建议大家去体验一下人大的食堂 OK我们今天的也快结束了 最后来简单讲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申请流程是怎么样的 非常的就是简洁明了 第一步呢就是大家通过我们的网页来提交自己的个人的基本信息 同时呢上传自己的简历和非正式成绩单 一般的非正式成绩单呢 在加拿大这边各个本科院校都是可以在自己的学生系统里面去直接下载的 你在申请的时候提交这个非正式成绩单就可以了 即使你目前只是在大三或者是大四 还有许多课程没有完成的情况下 也可以暂时用这个非正式成绩单来提交你的申请 那我们的advisor在收到你的网上提交的申请之后 会根据你的背景做一个基础基本的一个判断 然后判断之后会给你一个清单 然后清单里面会包含说你完成你的申请还需要提交哪些资料 那当一个申请人把这个advisor提供的这个清单里面所提到的资料都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就进行申请的最后一步就是一个线上面试 目前线上面试的面试官呢就是我 所以说如果有幸大家参加了今天的宣讲会 可以对我个人呢进行一个初步的了解 如果将来有一天你来参加这个安分北京的线上面试 那你的面试官就是我 那右上角呢也有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描 如果现在做好了准备就可以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提交自己的线上申请 刚才有提到说申请资料 这边就是一个申请资料的一个全部清单 左侧呢就是大家在网上提交 线上的这个申请表的时候需要提供哪些资料 右侧呢就是advisor在看过你的资料之后 然后会对你的背景做出判断 你有可能会提供哪些资料 首先呢亚瑟和托弗如果你的本科学习是在英语元国家的话呢 比如说加拿大英国澳洲或者其他的英语元国家学习的话是不需要提供英语成绩的 那第二点呢是GMAT GRE或者是CFA一级 那当然了我们也有特殊情况 如果说有的同学 他的背景不是本科学习的领域不是商科 比如说是一个文学领域 Literature或者是历史History或者是Chemistry 化学就是跟商科和金融经济完全不相关的一些本科学习领域的话呢 我们的advisor会要求你去提供CFA一级的考试成绩 这样呢证明你虽然本科的学习没有覆盖一些商科和金融的学习内容 但是你已经通过了CFA一级 这样同时也证明你你已经取得了一些finance方面的基础知识 那后面两个呢就是比较典型的大家在深沿的时候都会提交的内容 就是有两个线上的推荐信 还有最后大家完成本科学习之后呢 我们会要求你提供正式的成绩单 如果大家对这个list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大家跟我们联系 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到我们网站上详细去了解 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自己的一个简历也好 成绩单也好 发给我们的advisor或者是我自己来给你看一下 你有可能会需要提供哪些申请资料提前做准备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 MFN北京人大女王金融硕士 它的录取要求没有要求fulltime的行业工作经验 所以我们对成绩的要求就稍微要高一些 这边看到我们2020年毕业的这个班级呢 这个班级应该是我们十年当中成绩 就是录取的成绩比较高的一个班级 它的班级平均成绩呢 申请GPA是达到了3.43 我们有一个最低GPA的要求是不能低于2.7 但是同时呢我们是有例外 比如说有一个申请人 他的GPA是在2.7以下 比如说2.5 2.6 但是他有非常丰富的行业经验 比如说5年以上的金融行业的工作经验 或者说通过了CFA一级 并且CFA一级的考试成绩比较优秀 或者说已经通过了CFA二级的话 我们对GPA的要求就可能稍微低一些 因为无论你是CFA还是你的本课成绩 我们的招生委员会 Emissions Committee都是希望看到 你在学术上的学习能力 和你已经积累的金融方面的知识 如果说你有其他的方式 能够证明你的学术成绩和学习能力是优秀的 我们也可以考虑 那最后呢 你这边讲一下说什么情况下 我们可能去免除GMAGRE的这个要求 大家我今天呢就不详细多讲了 如果大家对这方面的成绩豁免 想要多一些了解的话呢 同学们可以直接跟我们的Advisor来联系 OK申请的截止日期 因为我们项目呢 其实它申请的是一个rolling basis 就是大家 无论你现在是大三 大三呢申请就是后年 2026年的9月份开学的这一个班级 你即使你在大三五名 欢迎你现在提交你的网上申请 它是没有一个官方的截止日期 我们这边列出了8月25日 主要是希望大家呢 能够在9月份开学之前完成自己的申请 如果说在开学之前 你能够满足这个项目的录取要求 并且这个班级还没有招满的情况下 是仍然可以提交申请的 那路边是非中国级申请人 因为非中国级的申请人到中国去学习 有一个学签申请的要求 所以它的申请截止已经是5月15日 奖学金的情况 和其他的研究生项目一样 我们都有那个入学奖学金 是最高5000加币的入学奖学金 如果说申请人或者是学生呢 他是加拿大籍加拿大公民的话呢 除了去申请学签要提前准备自己的申请 完成申请之外呢 这边要讲到的奖学金呢 就是由中国政府向前往中国学习的 其他国别的留学生提供的一个 中国政府奖学金 在加拿大这边呢 是通过Click这个项目来申请 那学生呢 会得到一些住宿补贴 然后每个月还有一些生活补助 最后一个奖学金呢 就是我们项目呢 也会给学习期间去考试 考CFA的同学提供一个学生奖学金 来减免大家一些CFA考试的考试费用 那最后呢 是欢迎大家到我们这个项目网站上 去了解我们将来 还有我们过往的一些见面会呀 一对一的见面会 还有校园宣讲会 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活动的一个情况 同时呢 我们过往的每一期的webinar 都是有录像的 如果大家说对之前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些 邀请了成功的申请人 有再多的学生 有项目的校友 还有一期是教授 来讲他们对这个项目的一些了解和看法 包括分享自己的上课的经验 学习的经历等等 如果大家对这些不同的领域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大家到我们这个网站上去观看 过往的活动录下 另外呢 就是我们从去年开始 启动了一个校友推荐计划 如果说呢 由我们已经获得录取的同学 推荐了成功的其他申请人的话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校友推荐计划 给我们的同学 发放一些奖励 总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社交账号 在 加拿大这边呢 有YouTube 同时呢 我们还有 微信公众号 有神力思商学院的公众号 项目的公众号 包括我们在小红书上面 也有自己的社交账户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 最后呢 是项目的一个微信申请小助手 叫安分北京 大家可以通过扫描这个屏幕上的二维码 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小助手 比如说有一些 不方便在今天的宣传会上 来提出的一些问题 都可以跟我们的小助手去联系 留言 或者说小助手可以帮助你 安排一个 跟我们的Advisor一对一的一个 沟通机会 大家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 搜索安分北京 这几个字母呢 会找到我们的微信小助手的 微信号 OK 今天的宣讲会呢 就到此结束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 先上留言 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小助手 跟我们联系 我看看有没有留言 OK 暂时是没有受到大家的任何问题 但是呢 我们欢迎大家在日后呢 通过各种方式 比如说微信 比如说 大家屏幕上看到 有一个Infinchina 这个邮箱 或者说我自己的邮箱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如果大家呢 还在读书的话呢 祝你们学业顺利 如果说已经在工作的话呢 嗯 祝大家工作顺利 有什么问题 欢迎大家跟我们联系 今天的宣讲会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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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